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养兰花 我们在养兰花的过程中 这个兰花有三怕 第一怕就是怕积水 因为兰花它是属于一种气生根 如果说是盆土长期的积水的话 非常容易引起根吸腐烂 就会引起一些根腐病 或者是烂根这种现象出现 或者是叶片出现黄叶烂掉的这种现象出现 那么第二怕就是不通风 如果兰花生长在一个不通风的环境 这个叶片是非常容易出现斑点 或者是新芽会腐烂掉的一种现象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光照过墙 光照过墙的话 这个兰花就会生长得非常差 叶片非常容易晒伤 这个叶间非常容易枯萎 所以说我们在养护兰花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兰花最怕的这三样东西 就能把它养好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养兰花呢 它最怕的这几点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